欢迎回到DecisionMate频道 我是留学顾问小妮 那私立之门系列视频的主张老师是我 上一集给大家分享了 如何给孩子准备加拿大私立学校的申请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加拿大高中选课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会设计这一讲的内容呢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长 他以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 就啥都不用管了 反正没有课本 没有作业 没有高考 对吧 孩子天天也开开心心的 然后到了高中 发现要选课了 而且加拿大高中选课 他没有老师和学校的统一安排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课程也没有主次之分 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 突然他就头大了 面对完全不同的这种教育体制 可能会不知所措 而且在高 在加拿大读高中 这个课程的规划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 升大学甚至是就业 所以提前了解清楚 这个有关选课的规划呢 这些方法也好 这个资源也好 都非常重要 那么提前做好规划 可以让孩子少走弯路 那我们来看 这个一辈子都在 都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别说孩子啊 就算是我们成年人 也很少就是会有非常明确 而且一成不变的这种答案 对吧 我们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 一定要在孩子迷茫的时候 给予及时的这个引导 帮助他们去了解自己 发现自己的兴趣 设立自己的目标 以及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做哪些努力 然后找到合适的机会 去证明自己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加拿大这边 高中毕业可以做什么 下一页这里 有一个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跟中国一样 要么呢 是继续读大学 读高职技校 要么呢 直接出来打工 那只不过 加拿大它的非大学类教育 选择和提供的这个 支持的资源会多很多 比如说 college里面 有相当丰富的这个 注重实操技能培训的 这种应用型的本科 言文 大专 证书等等项目 那么还有很多 帮助学生获得 必备技能的 直接进入这个 劳动力市场 跟这个行业 专业人士合作的 学徒之项目 那第二个重要的区别 是什么呢 加拿大它通过 非大学类教育 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人群呢 它活得非常有尊严 那社会地位 一点也不低 而且获得这个 劳动报酬 也是非常丰厚的 这一点呢 跟中国的差别 就比较大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我从这个 沃泰华教育局 网站接下来的 这个是教育和 职业规划图 我们说 受教育 它最终的目的 是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无论走哪条路 对吧 迟早都要进入 劳动力市场 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但是每个人 他通向这个目标的 Pathway 可能都不一样 那由于加拿大 他对职业相当细分 各种岗位呢 又有不同的这个资质和监管的要求 所以即使是对同一个领域感兴趣的学生 那他选择的这个路径 我们说的Pathway不同的话 他将来从事的这个岗位就不一样 高中四年的选课呢 和相关的这个课外辅助活动呢 可能也会不一样 那所以教育局他一般会在学生上高中之前 就开始给予一个教育和职业规划的这方面的引导 那么像安省的话呢 一般是在八年级 好我们来看几个加拿大高中选课的常识 第一 几年级开始要修学分 那么这个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知道 高中开始 安省的话呢 是九年级开始 然后BC省是八年级 那么第二 怎样才算是成功获得了那个学分 我们以安省为例 大部分的课程呢 都是Single Credit 我们说的单一学分课程 那么110个小时的学习当中呢 你取得50%的成绩 就能获得一个学分 那么有一些是Half Credit的课程 那可以通过完成55个小时的学习 来获取0.5的学分 那么还有一些少数的这个Multi Credit的课程 可以获得多个学分 比如说技术教育啊 什么发学科研究啊 什么合作教育类型的这种课程 那么第三 挂科了怎么办 没有达到这个50%成绩的 有几个选择 第一 教育局它的 它都会有这个继续教育部门 那么这个继续教育部门呢 一般都会有开设一种什么program呢 叫做credit recovery的program 也就是学分修复的项目 或者是一些summer school 我们称为下校 一般是在暑假 然后一般是好像是7月份 然后在线上完成 那么这里我也补充的说一下 这个summer school 它还可能会提供一些 比如说reach ahead credit的一些项目 专门提供给就是 进高一之前的八年级的学生 他们在暑假的时候 可以提前修一门学分 那么也有针对 这个reach ahead credit的program 它也有一些是针对 六到八年级的学生 那但是呢 就针对六到八年级学生的 这些项目呢 它就是修不了学分的 它只是说为了 帮助学生这个提前去了解一下 高一的这个课程而已 好 那么继续 挂科的第二个选择 有一些学校呢 会把不及格的学生 组织到一起 然后专门开设一个 补习项目 那么帮助这些学生呢 把符合省标准的 那一部分的材料 学习材料重新过一遍 那么第三呢 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重修吧 那么对于高中毕业有困难的 或者说想直接走 学徒项目的这种学生呢 可以申请我们称为Dual Credit 双学分课程 那么这种课程呢 它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 修读大学课程 或者是一级的这种学徒培训课程 那么修完 可以同时获得这个高中和大专的学分 那么第四 什么时候开始规划选课 一般来说 九到十年级的必修课比较多 可以选的科目很少 那么到了十一和十二年级 基本上都是选修课 一般在八年级末 或者是九年级初呢 学校的这个辅导员 会和学生一起讨论选课的事 那所以建议九年级就开始做好规划 因为很多课呢 它是有前置课程要求的 如果是在该选的时候 你们没有选 对吧 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那么我们等一下呢 也会举例来说明 那第五 也是我下一张专门有一张PPT讲的 选课规划可以有什么思路 那么一个好的选课方案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PPT 一个好的选课方案呢 它应该是综合多方面因素的 那么这些因素 它包括什么呢 有主观的 比如说孩子的职业梦想啊 兴趣爱好啊 有哪方面的潜力啊 对吧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客观条件 你比如说 现在有哪些职业的前景 发展比较好的 对吧 就业形势好一些的 热门的专业 对吧 就读的学校呢 是不是有你想 你想选的那个课程提供 对吧 这些都是客观条件 高中毕业 你想申请的这个高等教育目标的这个项目是什么 有哪一些课程要求 对吧 我们说以中为实 那建议用倒推的办法 比如说根据本科 某个专业的招生要求 你看看12年级要求哪几门 其中这几门课程的前置课程 又是哪几门 那选课的方案 其实慢慢就会明朗 然后提前做好规划的话呢 可以确保孩子选择的这个课程 既学起来有动力 也能够满足这个 你将来想申请的那个项目 它的要求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加拿大这边 高中选课规划 可以参考哪些资源 那我了解到市面上 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补课机构啊 卷娃机构啊 或者是一些可以提供 高中课程辅导的老师啊 那么除了这些课外的资源以外 其实学校里面提供的资源 已经是很丰富了 无论是公校还是私校 都会有这个职业教育课程 提供给学生 那么也会举办很多 帮助孩子发现 他们的这个职业兴趣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比如说 我之前看过的什么 career fair 职业展览 我们称为 比如说 还有请加拿大 皇家奇景啊 请一些著名的艺术家 企业家啊 来学校 做演讲啊 或者说请这个 临床医生啊 这种医学研究人员啊 来到学校里面 去跟学生一起讨论一些热门的研究话题啊 对吧 或者把孩子带到这个消防局啊 牙医诊所啊 去亲身去体验等等 那么孩子们 加拿大的孩子们 会有很多很多这种 跟各行各业人群啊 接触互动的机会 那么通过这些机会呢 去了解和探索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 然后 嗯 学校他都会配有一个 我们称为 guidance counselor 辅导员啊 理解成辅导员 可能每个学校 称法不一样啊 嗯 那么好的私校 他还有专门的这个 大学联络员 那么在学生开始准备选课的时候 提供 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啊 针对性的指导 然后 基本上 所有学校 都会借助一些工具 来辅助学生啊 进行选课的规划 比如说啊 我知道的 沃德华教育局 他用的就是Zello 啊 像这个多伦多教育局用的是 什么MyBlueprint 那么这 Zello也好 MyBlueprint也好啊 都非常这个智能实用 那么 目标专业的这个招生要求 分别去列出每个年级 有哪一些必修的课啊 有哪一些推荐你选的这个学修课 那么而且呢 也可以去跟踪完成课程的这个进度 当然了 我们在选课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说一次就固定下来 因为毕竟孩子他的兴趣发展 可能会变化的啊 那么使用这个 像这类型的选课工具呢 他也非常方便的去随时进行调整 比如说 对未来还没有什么想法的这种孩子呢 可以选一些 通用性比较高的课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课 具体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 那么首先 我们要熟知 你所在省份的这个高中毕业要求 那么以安省的OSSD 高中文凭为例 那需要达到什么要求呢 首先要修满17个强制学分 那么其中就包含了四分的英语 每年级一分 然后三分数学 九十年级各一分 十一或者十二年级一分 那么还有下面的是两分科学 九到九或者十一年级的 还有是一分的技术教育 十年级一分的历史 九年级一分的地理 那么还有下面的这个一分艺术 一分体育 一分法语 0.5分的职业学习 0.5分的这个公民教育 还有一分的这个STEM类的科目 那么这个STEM组别的科目 有哪些可以选呢 一般有什么商业啊 计算机啊 数学科学技术等等 那么像天主教高中的话呢 他可能会要求 每年必修一门这个宗教课程 那么下一个要求 高中毕业下一个要求 是选修的课 要修满13个 那online的课程 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称为 e-learning的课程 那学分要有两个 还有的话是十年级要参加的 这个省同考 OSSLT 那么考到75%的成绩呢 就算通过 考不过 有机会重考 那么有一些教育局 我知道的话 还允许选择 读相应时长的这个课程来代替 所以考不过也没关系 然后呢是40小时的 这个community involvement 那么这个社区服务活动 我们熟知的这个社工 这个义工 最早呢 最早呢可以在读九年级之前 就就就开始积累了 呃 是九年级之前的这个暑假 可以开始 那么要根据 各个教育局 它规定的这个活动列表来选 选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避开一些不符合要求的 这种义务劳动 那么在 每个省的这个教育部门的官网 都会有详细的列出来啊 嗯 除了上课的话 加拿大的高中生呢 还可以通过参加义工活动的 这个途径呢 去了解自己 看看自己是 嗯 跟上长这个 管理策划啊 对吧 宣传推广 还是语言交流 啊 如果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如果有学生 嗯 还没有满足这个 安省高中 毕业证要求之前 他就要离开学校 比如说他计划 离开后呢 就直接找工作啦 或者是走一些 培训路线的学生 那么他修够七个 规定的必修学分 再加七个这个选修学分 就可以获得一个 叫做 The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那么这个 这个证呢 也是有一定用途的哈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安省他高中课程的代码 啊 下一页我给大家列出来了 为什么要搞明白这个代码呢 因为 学生他发给孩子的选课材料也好 这个大学录取的要求的课程也好 都用的是这个统一的代码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通常是 五位的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那么前三位的数字呢 呃 sorry 前三位的这个 呃 首字母呢 指的是 科目的名称 那比如说这里 SNC 他表示的是 Science 数字 这个三位 英文后面这个数字呢 就表示年级 一对应呢 是九年级 二是十年级 三是十一 四是十二 那么紧跟着数字的那一位 英文字母 注意哈 是课程类别 那么九到十年级的课程 一般是分为四个类别啊 呃 分别是什么呢 呃 第一代表的是 Academic类 学术类 那么所有这个Pathway的学生都能选 然后Open 呃 这一类呢 就是普通类课程 绝大部分就是选修课 都属于Open 然后Applied 应用类啊 至于这一类的课程呢 如果将来是打算升大学的话呢 就不建议选 然后 Locally Developed 一般是给那种 就是毕业出来 直接选择就业的学生 开发的这种课程哈 然后呃 十一到十二年级的课程呢 呃 分为 是U C M O E 哈 那么分别是University 大学类 那这一类呢 所有的Pathway学生都可以选 College 学院类 一般是打算以后呃 升大学的 就不建议选 那么M类 课程 就比较灵活了 它属于University 和College 混合类 那么这一类课程呢 它既强调理论 也注重实际应用 那非常适合 就是职业志向 还不是 不是特别明确的 这种学生哈 然后 Open呢 普通类 刚刚讲过了哈 Workplace 专门是给毕业生出来 直接就业的 学生选择 那我们看一下 最后这个F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 五位课程代码后面 还跟了一位数字 或者 或者这个字母的话 那 那是给教育局来区分 他们 呃 自己的课程的哈 比如说图片这个F 是沃大华教育局 啊 French Immersion 啊 沉浸 法语沉浸课程 的一个标记而已哈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重点讲一讲 中国家长 最关心的语言问题 啊 ESL学生要注意什么 那 来加拿大读高中的 这个中国小孩 多多少少 都需要ESL的支持哈 所以 在选校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选择 有提供相应support的 那种高中 那么安省 一般是叫ESL program 然后BC省是叫ELL 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哈 都是给国际学生 啊 给予这个学术英语训练 和这个支持的一个项目 那么ESL和ELL呢 都是有五级的 那只是等级的教法不一样 那像 安省的话是用 一到五 或者说ABCDE来表示 啊 在入学前 那教育局他会 安排一个评级的测试 看看学生是处在 什么样的等级 然后呢 会根据这个 ESL program 就说有提供ESL program 这个学校 他的一个学位 剩余情况 还有学生 他的这个居住地址 啊 来进行具体的学校分配 那么注意哈 读ESL的学生呢 他不是和本地生 一起上常规英语课的 那么常规的英语课 我们叫 一般叫 Poor English 或者是 Mainstream English 一般来说哈 ESL的学生 每年可以进一级 那么以这个 沃大华教育局为例哈 ESL的学生 每年 可以修两个ESL学分 每个学期一分 啊 用来代替这个 Mainstream的 英语课学分 和一门的这个 艺术或者是商业啊 科技 选修课的学分 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 十二年级的这个 Mainstream的英语课哈 注意话重点哈 十二年级的 Mainstream的英语课 是大学必修课 很多College 它的这个健康类课程 也是有这个要求的 所以 ESL学生啊 要考虑自己 是不是够时间出ESL 然后去加入这个 十二年级的 Mainstream的英语课 那 很多家长听到这里 可能还是 没有具体的概念哈 到底我小孩 这个英语 要到什么样的水平 才不落后于本地生 啊 那 这里我也找了一张 画得比较清楚的 ESL进展图 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这个图呢 是来自一所顶级私校 啊 我们举个例子 呃 如果你的学 呃 如果你的孩子 九年级入学的时候 被分到了 ESL Level 4 那么 九年级学一年 ESL 然后九年级学期末 那如果通过了 这个ESL的评估 达到了Level 5 那么 你就能够在 十年级开始 和其他的孩子 一块上这个 Core English 啊 那么按照这样 去类推的话呢 最晚 在十二年级 要和其他人 一起上Core English的话 也就是要在 十一年级期末 通过这个ESL评估 达到Level 5 那么也就是说 最晚能够在 十一年级入学前 被评为 ESL Level 5 或者 十年级入学前 被评为这个 ESL Level 4 啊 九年级入学前 被评为 啊 Level 3 才可以 那么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 还是比较晕啊 ESL Level 几 对吧 要去对应各个省的 这个ESL课程的 Expectation 我又不是专业人士 对吧 还是不懂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 一个大致的这个 雅思对应分数 来参考一下 哈 其实在 私立之门的 第五角 呃 私立学校选择的 考虑的因素 那里面 我就提到过 就是一般 雅思能够考到 六点五的 就可以免出 ESL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雅思有六分 那么大概率 会被分到 ESL Level 5 啊 读一年就能出 ESL 所以为什么 很多学校 他要求 十一年级入学的 学生 至少有 雅思六 那就是希望 学生在 十一年级 完成一年的 ESL学习后 啊 有机会 在十二年级 加入这个 mainstream 或者说 core English 的英语课啊 完成 这个大学要求的 这个 这个 呃 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呃 本科 这个招生 里面的 课程要求 很多啊 包括college 里面都有一个 ENG 4U 啊 这门课程 那其实就指的是 十二年级的 英语必修课 那么 我们顺着来推哈 十年级入学的学生 那至少 要有雅思 5.55 啊 九年级的 至少 要有4.5到5的水平 我跟大家说啊 加拿大 它的 公立教育局的 网站 如果你仔细去 研究的话 其实是可以搜到 很多有用的资源的 那比如说 我这里给大家 列了一个哈 我们看下一页 每一门课 它都有详细 你都可以找到 这个详细的描述 对吧 学什么内容 啊 适合什么样的 学生学 几年级可以学 能修几个学分 啊 有什么 前置课程要求 等等 那比如说这里 我截取出来的 啊 安省这个科学课 前置课流程图 那么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 啊 九到十二年级 分别有哪一些 science的课 啊 分别属于什么 类别 以及各个课程 之间的关系 那么 各种 pathway的学生 啊 就可以很清楚的 去根据需要 来判断 我要选什么课 来修了 然后我这里 也给大家举 两个实际的例子 啊 比如说 我们看下一页哈 嗯 比如说将来 想从事 医务岗位的 我们以这个 加拿大护理专业 排名最高的 这个 Alberta大学 啊 他的一个 Bachelor of Nursing 这个项目 的这个 课程要求为例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要求 十二年级的 生物和化学 那么我们对应 刚刚的这个 科学前置课的 流程图来看 十二年级的 生物课 必须是修完 十一年级的 生物课 才能选的 啊 那十二年级的 化学也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 来加拿大留学 最晚不要超过 十一年级 对吧 那除了ESL 上面的考虑以外呢 其实对于 理科生来讲 有一些科目 他单独在十二年级 是没有办法 修完的 啊 所以最晚最晚 不要超过 十一年级来加拿大 读高中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呃 下一个例子 我们以这个多大的 工程学院为例 啊 要求学生修过 十二年级的 呃 我们来看下一页PBT 哈 这个 我这里列了一个 多大的工程学院的 要求哈 他要求学生修过 十二年级的 V积分与项量 啊 还有这个十二年级的 呃 我也不知道 我翻译的对不对 啊 我也不懂这个数学 应该是高级函数 那么从呃 右边这个 安省数学前置课流程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门课 它是需要先修十一年级的 基本函数 那假设说 没有提前做好规划的学生 他没有选对这门课 那么 他可能就没有资格去申请 多大的这个工程学院了啊 啊 那么类似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呢 家长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那选课早规划 它可以避免孩子将来 呃 被迫这个 这个学业换道啊 其实也 不过其实也有一些 补救的方法啦 比如说可以通过 呃 补修一些 呃 大学承认的高中课程 啊 但是怎么说呢 咱们尽可能不让孩子走弯路啊 对吧 尽可能早一点去规划 呃 那么在加拿大读高中生大学 啊 主要看的是高中最后一年的成绩 啊 最后一年学八门课 大学一般呢 呃 只要五到六门的成绩 那么有一些专业 他规定了 这五到六门是什么课 有一些是没有规定的 或者说呃 只规定了某一两课的 啊 那么如果是只有十二年级英语的话呢 呃 那咱们在学过的这个呃 必须必修课和选修课当中 选五门分数最高的课程一起 跟那个十二年级的英语一起提供就可以了啊 啊 那关于申请加拿大本课呢 大家也可以听一听我们公司的呃 另外一个系列啊 啊 呃专专业呃 呃 非常详细专业的这个关于本课申请的这个注意事项 还有呃专业选择的建议哈 那么如果家里有即将生大学的呃 呃建议花时间去去看一下 然后呢 我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 在看这个加拿大各个呃 呃大学招生要求的时候呢 要注意看 你所读的这个高中啊 呃 是在哪个省份 每个省份 有每个省份的这个课程的要求 可能都不一样哈 还有呢 花省转学的学生 也需要去了解一下 你看自己学过的这些课程 他对等啊 即将你转学去的那个省份 是什么样的课程 对吧 有通常有对等课程的学分都能转过去的 然后这些 这些 我列出来的截图 这些材料 都是在教育局网站上查得到的 你们可以去找哈 嗯 那好 我们最后 呃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在加拿大可以卷啥 那加拿大高中选课呢 除了普通的课程以外 还可能会有 IB课程和AP课程 那一般公立教育局 呃也会有开设这两种课程的学校 但是数量会比较小 呃 比如说IB学校 一般每个教育局啊 就移到两个比较难进 呃 功效设置的AP课程呢 也会相对少一些 因为相关的这个呃 师资也比较少 然后即使有提供科目可能也没那么多 而且这个功效的学生他 因为呃 比较多嘛 他也不一定都是以升大学为目标的 呃 所以呢 这个组组织有 有有有能力去修同一门AP课程啊 去成一个班 然后去进行教学 它是比对于公立系统来说是比较难的哈 嗯 但是呢 有提供这个IB和AP课程的呃 私立学校就很多了 那我们来对比看一下啊 啊 IB和AP两种课程 各有什么特点啊 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学生来攻读 嗯 首先 嗯 AP课程哈 我们称为Advanced Placement 那么学生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成呃 提供给那种学有余力的学生 啊 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 那也就是在11 12年级的时候 选修的呃大学的先修课程 那么AP课程呢 它是按单门的科目来的 那么呃 有三三十四门大学水平的 这个课程可以选择哈 涵盖19个这个学科的领域 那么通常呢 学校呢 会要求学生完成某一些先修课程 并且达到一定的成绩啊 呃证明你确实是学有余力 那你才有资格去选这个AP课程 那每年的五月份呢 呃会有AP考试 学生呃可以通过修这个校内 或者是校外的AP课程 那甚至有些学生是通过自学啊 来完成来参加这个AP考试 然后考试得分高的啊 可以申请呃 获得大学的学分 那么AP课程 它的学分是被大部分的北美大学认可的 那么由于AP课程 它是呃专注于单一学科的这个深入学习 啊课程难度和深度都比较大啊 啊所以是比较适合那种啊 对对特定学科有强烈兴趣和能力的啊 希望提前学习这个大学课程的学生 那么要求学生有比较高效的这个学习和时间管理能力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IB课程 那IB课程呢 它是11和12年级两年的啊 完整的这个全球规范化的课程体系 那么呃 经过三到四年的这个国际文凭组织认证的学校 才能够提供IB课程 老师呢 也要经过认证才能够授课 那么IB的课程设置和考考题啊 是全球统一的嗯 学生呢 他在呃 一定啊 一定要在这个提供IBDP的高中就读 完成两年规定的IB课程 然后通过考试才能够获得IB文凭 然后这个IB文凭呢 也是被全球多数的大学认可的 那么刚刚我们说AP课程 它的评估是单一的啊 由每年的五月份考试成绩来决定 啊 而IB课程呢 它的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样的 哎呦 有这个日常作业啊 论文啊 项目啊 还有这个这个考试等等 那么IB课程的学生 他选课的自由度相对就没有那么大了 啊 一共是有五个学科模块 那么包括了语言和语言和文学研究啊 语言习德 个人与社会 数学科学 那每一个模块底下呢 呃 有几门可选的课程 那么因为IB体系 它是非常注重去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所以他会要求学生 每一个学科模块都要选一门课程来读 那么另外 学生还要呃参加啊叫做CAS啊 创意行动与服务的这个课程 那么通过参加这种文体啊 社会活动呃 呃培养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啊 同行心 还有团队写作的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TOK 它是一门呃 uhm 我们理解成知识理论的课程哈 呃 lien 是培养学生他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那么总结和反思 自己在学校啊 还有在社会上获得的 这些知识和经验 那么IP文凭呢 还有一个论文撰写的要求 要求学生他在 指导老师的帮助下 从事独立的研究 那么按照这个大学的 学术论文的要求去撰写一篇 四千字以上的 研究论文 那么经过两年这个 IP体系的教育 学生无论是在学术 还是在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社会责任啊 领导力啊 批判性思维啊等等 都会被锻炼到 那么学生他在修满 省课程的同时 他要去完成这个IP课程 其实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比较适合就是能应对 高负荷任务的 那种能够自我管理的 很好的那种学霸 那 好 我们今天呢 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那希望这些内容呢 对正在加拿大 就读高中的学生 有一些帮助 到今天这一集为止 加拿大 公私立教育的版图 其实已经很清晰 很全面的呈现给大家了 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集 有主流留学国家的 K12教育对比 加拿大K12教育的学制 公益学校的这个分类 私立学校的分类 天才项目 IB学校等等的内容 那么第二集呢 是从 这个 学制 考试 学年 假期 还有什么科目 成绩单 收割方式 作业 毕业生的要求 还有升大学的要求等等 去对比的这个 我们的中国和加拿大的基础教育 那么第三集呢 是从资金来源 教育资源 学校的这个设施 入学方式 师生比例 学生家长特点 还有教学方法 教育大纲 什么学术表现 课外活动 还有包括这个 私校特有的 这个个性化培养 家校沟通的特色等等 去对比了加拿大 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 那么第四集呢 给大家分享了 加拿大公立学校怎么选 第五集讲了 加拿大私立学校 他选择的时候 要考虑哪些重要的因素 第六集是讲 怎么去准备 加拿大私立学校的申请 第七集 也就是今天这一集 讲了加拿大高中选课 有什么注意事项 那么对加拿大K12 教育感兴趣的 有要把孩子 在这个本科之前 送来加拿大读书的家长 建议花点时间 那你本着对孩子 负责的这个态度 沉下心来 好好地把以上的内容 认认真正地看一遍 那即使是打算 找代理合作的家庭 也要对这些内容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一来呢 是避免上当受骗 二来也是作为父母的一门 这个加拿大留学的必修课 那下一期的话呢 我会 下一期开始啊 我会和Frank一起 给大家一次去介绍 安省GTA地区 非GTA地区 BC省和偏远省份的顶级思想 然后我也计划在 9月份开学后 亲自到一所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技术制的顶思 去进行拍摄和采访 那么给大家一个现场实拍 然后咱们 因为咱们讲了那么多嘛 到底加拿大顶级思考 是什么样的 对吧 尽可能也全方位地 呈现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思考之门系列 谢谢大家